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放下一切 我却一样都不能说 看来我们的确是两种人 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如杜豪然啊 你可以不回答 但是你给我听清楚 你是个女人 女人的名节胜过一切 你已经嫁见了罗家 你这辈子都是罗家的人 他干什么 下毒 他是要在明月的心里下毒 他要让明月 被罗人好手活挂 我不会忘了人好 你也不必替我操心 这辈子我该如何自处 你该关心的是 日后的黄犬路上 你如何面对你的父兄 你生气的样子都会好看 其实我来 不是为了说这些 我喜欢你 就算拿走我的生命 拿走我的一切 也不能阻止我喜欢你 这是我第一次说这种话 很开心 也是最后一次 谢谢你方了 明芝 你赢了 真的赢了 你是唯一能打败我的人 输在你的手上 我很高兴 很高兴 但是我不能让高家高兴 我还会从高家拿走点什么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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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麦伴带带来的巧克力 刚好够做了 我已经成功了 这就是罗人豪的巧克力蛋糕 陈麦伴带来的巧克力 刚好够做了 我做这些 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是啊 这种口味 一般人很难接受 所以 我决定不正式出手 但是可以接受预定的 等将来上海的分铺开了 可能买的人才会多一些 明远 不管 罗人杰她对你说了什么 你都要跟着自己的心走 罗人杰只是希望你不安愧疚 他希望用你自己的善良 来绑住你自己 浩然 罗人杰还能从高家拿走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绑住 赵雅 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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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何苦呢 你就非要赢一回吗 你这是图什么呀 我们在最快的时间内请来大夫 可是大夫说 掉的时间太久了 气血冲不到脑子里面 我知道 命是保住了 但再也不能说话 再也不能走路 一辈子都这样了 他选择死在你们高家禀部的招牌下 就是为了让高家禀部的招牌上 永远挂着一条人命 你不懂人间 他的爱和他的恨一样强烈 如果得不到 就同归于尽 就同归于尽 但是我一点都不介意 我的爱和我的恨 也跟他一样强烈 也跟他一样强烈 如果得不到 就毁掉 你知道吗 我和他 是最般配的 我和他一样强烈 他就不受了 他不受了 交流 他也不受了 他也不受了 他也不忍耐了 你不忍耐了 他也不忍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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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小香 不知道大娘能不能同意 我跟她的婚事 家里现在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真的不希望再有任何的争执 如果大娘反对的话 明月 浩然 你慢点 浩然 我跟明月刚出去这么会儿功夫 你就不放心了 没有 我就是担心 罗家再给明月出什么难题 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明姐 要带罗仁杰离开冯明镇 听说产业都处理了 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 他们这一走 任豪和他父亲的坟 就没有人给杀过 其实 一路人节现在的情况 就算他不离开 也没有办法再照顾他胸腹的坟地了 现在能做这些的 就只有你 是吗 可是你要以什么身份呢 这是妻子和媳妇该做的事 大娘 大姐 是 这个是银耳莲子汤 清心润肺 很滋养的 好香啊 我来 这孩子 这是人家明月孝敬我的 真好喝啊明月 你的手怎么这么巧 你哪天也教教我吧 我想在我们的饼铺旁边 开一家甜品店 再搭上我们的糕饼 那是一桩好的买卖 对吧阿娘 你这是认真的 嗯 我当然是认真的了 如果明月能教我的话 那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 当然 你得先借我一点资金 宁秀啊 只要你肯真心地做 大家都会帮你的 是吧明月 当然 大娘 快趁热喝 好 说吧 什么事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是 我是说 如果我说的不对 我 好 原来明月也有说话支支吾吾的时候啊 你是想说 得知和小向的事吧 大娘 你千万别不开心 他们 我答应 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让她的亲娘 亲自回来主持婚礼 亲自回来主持婚礼 哈哈 姑娘 就快到了 大师傅 谢谢您可一起来 也请你谅解 大娘 她真的不是存心要伤害你 她也有她的难处 她得守住高家的规矩 你们的情意虽然感人 可毕竟是不容离教的 大夫人这回肯让玉珍回来 主持得志的婚礼 就已经说明已行 我要是还计较什么的话 那就显得我不大情 我们离开凤凌镇 再也不回来了 人家 我再也不用担心 你会离开我了 我们永远都不会再分开 不行 绝对不行 文青 你这种做法 我们万万不会允许的 不错 让这么一个青楼出身 连名分都没有卑微丫头进了门 把她的牌位放到我们高家的食堂里 那就等于承认她是我们高家的儿媳婚 我们高家可是有低伪的士生人家 那还像什么样子啊 不是一教室四方吗 绝对不能答应 二位长辈 二位长辈 我不是要求得你们的同意 我是要告诉你们 这是玉明这房的家事 即使你们不同意 我也会这么做的 否则 我就会另立祠堂 你问我 杜文青 你想造反哪 我们高家是有规矩的地方 我们高家有人 由不得你有着心思胡来 四大爷 当时高家禀铺债台高中 困境急迫的时候 高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拉扯我们一下 现在再来谈高家的规矩 是不是晚了点 你 你 老师 有话好好说 文青 这不像是你做的事 你不是一只容不得那丫头的吗 像当初月明闹那么凶 你不还坚持不让她进门吗 正是因为当时做错了 现在才非要补偿柳碧云 这样 也好安慰玉明的在天之力 不像话 太不像话 德志 德志 你是高家的独子 高家的财产都是你继承着 你说你能允许这种事吗 这事大娘要是不做呢 就我来做 立 几位长辈 几位长辈 我们该说的呢都说了 不该说的呢 你们啊 肯定也不爱听 是吧 来 这样 到饼铺 吃点点心 喝点茶 消消火 是不是 贵叔 带几位大爷到饼铺去 好处好喝招待着啊 是 几位大爷 请 谢谢大娘 谢谢 茗玉 起来 快起来 这是大娘 欠你娘的 这话干会儿再说 再见 这话 夫人 回来了 得志 没看到你娘回来吗 得志 莉亚 得志 姐姐 我都听说了 刚在厂房里面忙 没有办法过去陪你 什么时候去接你娘回来 明天吧 明天就去 你能等 你娘可一刻也不该等啊 快点 开车外 快点 开车外 开车外 到我了 爱匆匆 人散 情流去 微重 恨 千重万种相似 谁 女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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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将来 抚清风 抚清风 沉原若我风沉原 若我风沉原 若我风沉原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明月能够认诅归宗 做 做高家的女儿 娘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你 明争言顺地进高家的门 你娘她都知道了 咱们进去吧 大家还都在等着咱们那儿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爱依然铭刻在心中 大娘 我替我娘向您请安 以后就是自家姐妹了 起来吧 明月 你娘的牌位暂时放在水月寨吧 高家的女人只有正房的牌位才可以进祠堂 我怕你爹嘀咕我 等我百年之后 就让你娘的牌位和我合在一起 我们姊妹俩一起陪着你爹 这样 就是斗贼也有个伴儿 大娘 我替我娘谢谢你 谢谢你 成全了她的心意 明月 我成全了你娘的心愿 你愿不愿意成全我的心愿 快起来 你陪了你娘十八年 至少也要陪我十八年 这样我才不吃亏 娘 你不会再受苦了 有爹在这儿陪着你 陪着你 陪着你 哭吧 痛痛快快地哭一次 但是我只答应这一次 以后 以后 再也不会让你流泪了 嗯 哇 漂亮 啊 我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 洗饼来了快 洗饼来了快 慢点啊 大师傅 慢点慢点啊 真是的 这是什么饼啊 我怎么没有见过啊 这是德智自己设计的 是不怕给做的 德智还给她取了个名字 叫小香饼 小香饼 好 大姐 从明天开始 我们店铺就主推这款饼试 那是当然的 我做主买一送一 好 大家快过来尝尝小香饼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快来尝尝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新郎新娘拜堂 一拜天地 德智少爷和小香这丫头 终于修成了正宫 高家 也终于有了少爷迎娶丫头的好事 希望以后 不会再有老爷和碧云夫人 那样的遗憾 二拜高堂 服务区对拜 普遍 这媳妇多好啊 聪明伶俐的 我儿子就是有福气 不知道以前是哪个人 说这个丫头又丑又笨的 那个人当然是我了 我现在知道错了 真姨 就算是错 也是错得有福气啊 这个媳妇将来 肯定是孝顺您的 送入冻榜 娘 真姨 你们尝尝 看有没有得到明月的真传 这真是你做的 都可以开店了 是啊 并铺旁边那个铺子 明月已经给它盘下了 让它自己开店 太好了 亏盈可得自理 不能打家里的主意 更不能让明月操心 知道吗 知道啦 娘 那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不伺候你们啦 去吧 大姐 我真是好羡慕你 你看你儿子 媳妇 女儿 侄儿的 都围在身边 又都孝顺有爱的 真是好福气啊 是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 大姐 大姐 你能接受明月 这一点都不奇怪 可你能让柳碧云进门 还让她跟老爷在一起 这 我实在是不敢相信啊 哎呀 还争什么呢 争来争去 不就是黄土一捧吗 就像你说的 小辈们都在我身边 我也就该知足了 你知道吗 这些孩子中啊 明月最能理解我 体贴我 说心里话 她也最像我 刘碧云苦了一辈子 就好像 是在为我杜仁卿 养了一个女儿 我真的很感激她 要说 还有什么心事 那就是浩然和明月了 对呀 办完了小香和得志的 这事儿 就该办个浩然和明月的事儿了 怎么了 一不乐意啊 不是我不愿意 是这俩孩子 一个不愿再嫁 一个决定不娶 这明月不愿意再嫁 我倒是可以理解 浩然可是 你的杜教唯一的独苗啊 浩然也是灵养的孩子 这要说起来 这要说起来 杜将在我大哥那里 就已经没有后了 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我也想开朗 什么传宗解代 不孝有散 哪能比得过两人真心相爱呀 中国这么大 信度的何止千万 怎么会真的绝后呢 孩子们 只要平安快乐 就行了 那是那是 那是 雨珍啊 外面要是住不惯 就搬回来住吧 我就怕 大海不愿意回来 什么 让我去主持上海的分铺 上海的市面大 客人的层面广 一般人应付不了 是啊 明月很早就想在上海开分铺 就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掌柜 所以才拖到现在 我思来想去 熟悉高饼熟悉高家 又见识独到的 除了您 没有第二个了 大师傅 请您帮忙 好 好 好 昊然 你 疯癌疼 好久没有听你这么叫我了 你要上哪儿去啊 是不是要去水月斋找明月啊 不是 我是去吃药 你们每天这样子约会不烦呢 昊然 你什么时候才会向明月求婚呢 我娘不会反对的 明月她没有打算要嫁给我 啊 明月她终身不嫁 要报答骆仁豪的恩情 我也不会求婚的 这 什 什么 好了 能不能把嘴巴闭小一点 有个姑娘家的样子 你怎么会跟着我 这是我跟明月之间的事 别替我们操心了 明月想不开 你怎么也跟着一起犯傻啊 我告诉你哦 我妹妹可不会等你一辈子的 但是她会陪着我一辈子 相依相守 一生不离不及 才会陪着我一辈子的 又的 瑞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